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家好 这里是越讲越有理 我是石头 今天我们的节目是时评论员路桥女士的路桥 你好 你好 大家好 今天我们来讲讲俄罗斯兵变之后的一些情况 现在看到俄罗斯兵变之后 有人说是否普京已经是轻周以过万重山 但是现在看到俄罗斯方面似乎也在宿称 也有人在传闻着 普京会不会以史带林式的手法来宿称他的内鬼 他们到时会看看 现在在进展 同时也看到了中共和俄罗斯之间的关系似乎已经发生了一些微妙的变化 当然包括了中国驻欧盟大使傅充的一段说话 这一段说话也显示了中国大陆或者中共可能的立场开始改变 所以今天请路桥来跟他们分析一下 或者我们从傅充先讲起 傅充是中共驻欧盟的代表 他在6月16日出席了欧中商业峰会之后接受媒体访问 就说到人家问他会不会支持小克兰收复所有的失地的时候 他就说我看不出为什么我们不可以这样做 大家要注意这个是6月16日 这个是兵变之前的 那么就兵变之后 27日法国阿加电视台也都提及了这件事 就说中国支持古厄兰收回他1991年独立的时候的全部的领土 这个当然也包括了现在的几个地区和克里米亚 那么大家都知道克里米亚是非常之关键的 这里是最有争议的 也是整个战争的 我觉得是一个灵魂来的 是一个地区来说 因为这个克里米亚是俄国非常之珍重的一个地区来的 那么如果在克里米亚都被这个 就是乎克兰收回去 普京全部失败的 这个俄罗斯入侵是全部失败的了 那么就其实这个傅聪呢 他是4月的时候 接受美国《纽约时报》的时候 他都在暗示 即是说北京方面呢 都不承认莫斯科为了吞併克里米亚和顿巴斯 他们的做法 那么当然他作为欧盟的代表 他要取决于欧洲 所以他很多时候他都说一些东西呢 是跟中共稍微有一点点脱离的 不过呢 就是根据日经亚洲呢 就是两天前就透露 他说 早于这个乌克兰特使李辉 上个月访问乌克兰的时候呢 北京就已经是担心普京是否捱得住 会不会继续掌权 所以李辉他上个月访问乌克兰呢 其实就去看看 究竟扎连斯基的反攻行动的决心有多大 因为中共知道 如果这个反攻行动 就算乌克兰取得一点的成功 不是很成功都好呢 都可能令到俄罗斯不稳的 就因为俄国 车臣部队和华格纳可能都会陷入一种 抗压不成功的情况 什么叫抗压不成功呢 就是说军队输的时候打了这么久呢 大家就开始非常之不开心了 彼此之间就互斗了 民间也都会有这种抗压不成功的情况 就是这个战争打了太久了 大家都觉得很厌倦 其实说清楚就是厌战 如果你失败的时候 你厌战情绪是很高涨的 最自然的就发泄在自己的同僚里面 大家就有很多的斗争这样 所以中共已经是知道 他心目中知道是不太行的了 不过习近平想来想去都没有想到是差到这样的地步 就是差到那个兵变的情况 这个北京觉得是没得再差 为什么呢 因为现在普京他在打两场仗 一场是外 一场是内 而内里面的仗真的不是华格纳这么简单 之后有很多后续 还有现在目前来说 普京就是要不停地去清场去缩清 他们所谓军队中的一些问题 或者一些毒素 这个内仗可能就会影响外仗 令到这个外仗是打输的 所以真是很复杂的 中共当然是对这些斗争 内斗这些情况 它们是非常之明白 非常之清楚的 所以这次在这个时机 这个法国电视台 讲出这个附冲的说话 附冲已经在4月开始讲了 讲到现在了 就是中共其实一直都在准备着 它自己有少少的厚怒 让人都不会说得太绝 但是中共的吵架部似乎说话都挺强硬 挺绝的 怎么看呢 这个外交部可以出来很强硬 但是另外一个 也都代表外交的人员可以又说另外一些东西 其实就是狐狸是很狡猾的 他们会一直观察情况 看到情况不对了 那他们会转态的 但是讲到这里 也都是讲一讲一年多前 中俄之间说自己是有义无上限 不是盟友 胜似盟友 那结果普京就发动了这一次的战争 很多人就觉得 如果没有习近平的认可和鼓励 普京可能没有他都这么尽的 但习近平一直以来都是表现有两面的 当他去见普京的时候 他自己亲自去或者他的外交官去的时候 是讲尽好话的 三个月之前大家都记得 他和普京见面 临走时说的就是 这个是八年未见的大变局 两个人要拍当做好他 只不过三个月之后 情况就变得这么重要了 但是无论习近平对普京说什么 或者对外交官怎样去访问俄罗斯 就真正实际的行动 这个中共始终是投鼠忌器的 当然他有暗中有帮忙 但是真真正正要光明正大 这样出来他是没有的 那普京当然也都知道了 这些就是非常之狡猾的做法 普京本身都是这样的人 当然他很清楚 讲到这个声声相识 其实普京和习近平是一对来的 两个都是独裁者 两个都是一个想做比特大帝 一个就是想做千古一帝 这样两个就是将军队控制得很紧要的 俄罗斯打乌克兰 很想拿回乌克兰 就等于中共很想拿回台湾 那现在来说 看到普京的情况这样 习近平当然是顺望此寒 就是当然两个人 是很多事情很相似 而且习近平有时都可以说是很辱麻的 说是我们最好的朋友 我们很认识他之类之类 两个之间吹捧一下 2012年习近平上台之后 见过普京40次 40次 如果不是真的有少少交情 可能就不会见那么多次 可以说在这个世界上 如果习近平要支持哪个的话 就非普京莫属 但是就是今次俄罗斯兵变 普京最需要人支持的时候 连土耳其的艾多安都出来说 我支持普京 伊朗也都出来表明姿态 支持普京 那习近平在俄罗斯派来的一个使者 见他面的时候 都不是他见天保 秦刚见 都不是说得那么清楚 说完之后 当晚外交部就说 这是俄罗斯的外政 所以大家就看到 什么叫朋友 其实就是两者之间 他们的友谊 是不是真的 好像他们想象中 或者他们讲中是这样 其实就是完全不是那一回事 当然 习近平不是说不支持普京 我们以前说过很多次 他很想普京不输 继续掌握俄罗斯的政权 因为他想普京和他一起去打美国 打西方 另外就是如果普京真的 这次拜下来之后 俄罗斯的政局就会很动荡 美国和这个北约 就可以腾出的手来 专门对付中共 所以这个对中共来说 都不是好消息 我们都知道 现在中共是拼命地和俄罗斯买油 很多人说 现在俄罗斯变成了中国的加油站 此外就是 俄罗斯其实在很多地方都有很多势力 譬如在中亚 我们知道了 我们讲过了 它是中东 这次特别是在非洲 在华格纳 在那里有很多的据点 我们知道原来俄国 亦都是非洲渗透得极 极厉害的 那习近平不想普京输是一件事 但是另外一方面 他亦都是很想 就是佔了 就是俄罗斯 如果弱的话 这个最好的 可以说是一个最好的场景 就是俄罗斯弱了的话 而普京仍然当权 他就可以占很多资源方面的便宜 油 那些东西 天然气那类 还有就是拿普京传统的地方 刚才说了中亚 中东 非洲 就是说这样 那上次在五月的时候 习近平就以帝王的方式去招待 中亚的五个国家 那给我们感觉 他是不理普京的 就是怎样看 也都不理他感受 当然 就好像急不及待 有些机会 他就要去拿 那他们的友谊 就是来到这个这样的层次 其实说来说 他全部都是基于利益的 那两个当然有狼狈为奸的时候 但是绝对不会患难与共的 两个人都知道彼此是什么课式的 那就对世界来说 就很多人就是现在看着中共 看他怎样变色龙法 因为很多人就是对中共 都是理论上认识他的 就是不是真的经历过一些 怎样被他害或者怎样 但是这次大家 特别是世界上很多的领导人物 领袖人物 他们看到中共是怎样 在这件事上是一个变色龙 是毫无原则 为了利益可以背信弃义的 就是第一手 看到是这样的了 那就讲到这里 就讲一下这个 里面的情况了 那当然这次华加纳爆出兵变 就是习近平当然很恐慌了 他完完全全知道 这件事在中国大陆可能都发生的 那他一向都杯公蛇影的了 就是以前捉过很多人的了 是吧 他一上台就军队就以反复的名义 就是捉了这个军委副主席徐才厚 有郭伯雄又将前军委委员 黄丰辉张扬一大批人捉了 接着他将整个军区打散了他重组 然后就搞很多什么军改之类 也都提拔了很多他自己的人 萧庄派的军官就是这样 他一向都杯公蛇影的了 这次见到这样你不怕就假了 那就根据前中共海军司令部的宗教 姚成他在推特里透露 就说中共火箭军现任的司令李玉超 在6月26日就是被人捉了 他已经被人捉了去了 那还说就是前国防部部长魏凤和都接受调查 那这些消息只不过是从姚成这个人里面 他讲出来的 所以我们没办法核实究竟是否 但是不过以习近平的作风 他捉这些特别的总司令 或者是高伟那些军委副主席 他都敢捉了这么多个 这些绝对不会是令人意外 如果他真的这样做 是绝对不会令人意外的 但是他这样做 其实对中共的军队是有很大的影响 如果魏凤和都被他现在接受调查 那你说李尚福害不害怕 是吧 真是没有保证 习近平不会查李尚福的 习近平害怕的就是说 以前郭伯雄 隋才厚 防风暉他们的预毒 或者是旧报仍然潜伏在军队里面 所以其实每一个人 在这样的情况之下都人人自危 不知道什么时候会被习近平 懷疑自己是不够忠心 所以习近平他怕的话 其他的从上到下的军队 这些情绪或者这些实际的做法 会影响整个军队重上到下 最近6月19日 中共也发布了一个叫做 中共军队领导干部的社交规定 要他们不断静化社交圈 生活圈 朋友圈 根据程晓农博士 一位海外很出名的评论家说 他说在中国大陆 所有这些所谓的领导 稍为有头有面 他们每一次见谁都要登记 就是其实已经没有了自由了 现在习近平最大的问题 就是说他要那些人忠心 但是哪去找呢 哪里可以找到李鸿忠所说的 绝对的忠诚呢 这个真的很难的 有时他不是不忠诚 在某个情况之下 他可能是没有办法忠诚 你说了这么多 最后我知道了什么叫 古家寡人 原来是这样练成的 讲完中国之后 我们讲讲俄罗斯 今次这场兵变 它的速度和严重性 就是令俄罗斯所有人都很震惊的 从上都下都很震惊 先讲一下精英阶层 本来已经是 他们对普京是 对普京是 就是不是那么信 不过姑且都是给到这个地步 就给他做下去了 就只希望呢 就是俄罗斯用好看面的方法 完结这次的战争 但是这次有华格纳 这件事呢 就这班精英阶层 是真是很震惊 他们对普京的信任是没有了 第一就是普京作为一个强人 居然被华格纳的首领 就是长驱直入去莫斯福 这件事本身已经是非常震撼的了 但是二十几个小时之后 这件事就又很快落幕了 落幕的原因是 就是普京起码表面上 答应了华格纳 这个首领他要求的东西 还有一样东西就是说 现在来说普京呢 就是宿称所谓的余毒 那有很多人呢 是接受着调查的 但是最令大家觉得是震惊的呢 就是一个呢 就是普里哥任 整天都闹的 就是武装部队参谋长 格拉西莫夫 一个这样的 这么高层的人 现在居然呢 是很多人说他已经被人捉了 因为他是自从6月25号 就没有出现在公众场合 或者电视那里了 那另外一个呢 叫做世界末日将军的 他就是俄罗斯空天军总司来 他叫做苏罗维金 那就根据莫斯科时报呢 就说他是帮华格纳政变 但是呢 就是半变未遂 现在已经被捕 那这两个只不过是 他就是非常之高层 所以我们就很清楚 但是也都有很多他们的助手啊 他们的助理啊 和旁边的人呢 现在呢 就是处于被监禁 或者呢 就是已经是被抓捕 那样的状态了 那普京他坐这个位置 已经坐了23年 他给人家的感觉就是 不可以用任何方式去反对他 他是全球最强悍 凶猛的人 在俄罗斯 没有人敢去和他作对 但是这次这个普利哥尹呢 就不但是藐视他 同时是用最羞辱的方式 去对待普京 他不停地这样出很多短片啊 长驱直入啊 这些这样的镜头 是全世界永远都不会忘记的 因为上面的军头 都在打得这么紧要 那大家就会问 普京你在做什么 为什么你两支 一个是私人军队 一个是公家的军队 你都搞不定 他们两个打得这么紧要 而这个华格纳 还有这么多的其他的非华格纳的人 帮着他 那你这个最高的领导人 你究竟在做什么 你的能力是差到这个地步 一塌糊涂 所以很多这些寡头 现在来说 就对普京是很没信心的了 那在军队方面来说 因为现在是一个缩清的阶段 所以大家都是很震的 不知道什么时候轮到自己 你知道了 整个的过程里面 一定有些冤架错案的 不是又说你是这样 那你怎么打仗呢 第一就华格纳已经是 表面上已经全部退出了一个战场的了 最精锐的部队走了 那你留下那些 莫斯科那里就不停地抓人 就是这个影响那个军队的军心 是大到不得了 都不用我们说 大家都会知道的 在这样的情况之下 很多人就特别有钱 寡头就走人了 这次我们都听到 星期日的时候 莫斯科那里有很多私人飞机 就趕快离开这个地方 走得有多远得多远 他们是担心政变成功的话 他们会面对一个新的 他们不是那么熟悉的情况 当然这件事后没有发生 问题是我们现在看到了 俄罗斯那些寡头 那些有钱人都在走着 那些精英都在走着 那我们先也讲到了 普京在这里清理着门户 那你一次兵变 给普京一个什么狗份呢 他会不会更加深眼瘦辣呢 那我们这个节目的完整版本 将会放在干净世界的会员网里面 那我们comment里面有个link 按点击一下 就可以去干净世界的会员网里面 可以订阅 也可以看这个节目的完整版本 希望大家通过这种方法来支持我们 记得去干净世界的会员网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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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